我奉劝在座的所有男生千万不要冷战 在我过去的咨询案例中 我发现很多男生在面对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时 他们都会通过冷战的方式去处理 但是你知不知道这样的方式会让你的伴侣 受到严重的精神伤害 我在美国学习心理学的时候 有一项研究表明长期处在冷战关系中的情侣 他们的大脑结构和长期抑郁症患者的大脑结构是一模一样的 冷战所带来的伤害并不仅仅是大脑结构的变化 更多是内分泌系统的失调 这会导致你的情绪非常多变反复敏感易怒 我刚刚所说的那些危害并不亚于一个PUA男对于一个人的伤害 所以我奉劝所有的男生千万不要再和你的女朋友冷战了 我替你ование起来的 就是严谏战 都好像不紧 不要可以 还可以 很多这样 这么久 买 breakdown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